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 抽六萬大獎 三陣K不停 台北旅美左頭陳偉英 二十號對上光芒隊 以七局七K的優質表現 為自己拿下本季第十勝 這也是英仔連續兩年 勝投都來到雙尾數 有適當的去引誘到一些打者 然後有金銀頭的角度 也都大致上有出來 非常穩定 尤其他教師 控球跟危機處理 都是今年更成熟的主因 而陳偉英的好表現 也讓他在球季後 成為私有球員 有更好的談判籌碼 目前年薪1.5億台幣的英仔 美國媒體預估 身價至少會翻漲三倍 明年有機會衝破年薪5億台幣 將成為王建民 林淑豪 增加你這些台藝球員中 年薪最高的運動選手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除非說金銀願意付出大的合約 或者是長的合約給陳偉英 我覺得才有可能 陳偉英明年會不會再批金銀隊戰袍 專家說不太可能 一方面金銀不喜歡花大錢留球員 一方面陳偉英的稀錢經紀人 波拉斯除了錢還是要錢 陳偉英用自己的實力爭取大合約 究竟最後落腳何處 球迷們都很期待 記者 綜合報導 記者 綜合報導 傳統 eland chaud 書 藝